呃 應該只有那個講者畫面 應該沒問題 直接用這個那個裝置可以嗎 嗯 直接用那個裝置 喂 呃 這樣應該 這樣後面的聲音有聽到 對 他這個是 OK 好 呃 那我就 還是你要拿著 我拿著好了 那我介紹你好就好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下一場的Session了 那 呃 如果有玩過系統我都知道 就是說 你自建的系統裡面 如果你沒有 你系統建起來跑了 但是 如果都沒有監控的話 那 其實就跟蝦子一樣 你不知道裡面的 城市的運作環境 那 如果有狀況那你只能怎麼辦 你就是User跳腳啦 或者是你的公司發生損失了 那你才後知後覺處理嘛 那 這個一定是 我們 不希望 不希望遇到的狀況 所以監控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 呃 Tico會為我們帶來就是 呃 Promisius加 Grafana 以及會使用常用的一些CRD 來做一些 呃 整個我們自己客製化 比較符合需要的監控機制 那我們來歡迎Tico 好 各位 好 各位大家好 那 我是Tico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議程呢 就是因為 就是打造私有雲的Kubernetes的監控 所以 所以其實 因 所以其實他這邊 大部分都 我都會使用 就是私有雲 就是用的 開源的系統 好 那 那會有哪些 那除了 那我等一下後面會去稍微講一下 怎麼去 我們有哪些東西 可以去看 跟可以去監控 然後 我們後面 後面可以 後面的話 其實我有自己稍微見一下 那個Demo的狀況 好 那我可能會講比較快 因為其實我 這 這幾天其實都在 都在忙那個 上一個 Workshop的議程 所以其實就 這個可能會準備的 稍微比較少一點 好 然後 好 然後 我的名字 我叫Tcall 然後在 在那個 正在 還在念碩士班 然後在 可是在 在公司是擔任ITSRE的職位 好 然後 這是我個人網站 我個人網站的 在上面 然後 基本上打上 TIC1866 都可以找得到我 這樣子 然後我在Linking的話 其實就是 偶爾會有 偶爾就是現在 現在會去稍微發一些 要練 那個 就要去練習我英文 所以就 所以就會 也會發 稍微偶爾發一些英文的 文章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就是 大概就是我聯絡方式 這樣子 好 那我今天呢 我大概會講一下 我們監控會有哪些資料 還有什麼東西是能監控的 然後接下來我後面會開始簡介說 有哪些東西是可以做使用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後面呢 我會來 帶大家來看一下 它 那些套件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內容 好 那 監控會需要哪些資料呢 其實 監控 就是問監控這方面呢 其實有滿多可以去看的部分 那 像 像是 CPU啊 還有是 Memory還是 Disk 就是 這些都是最基本的嘛 然後其實還有像是 他們的網路設備 那其實網路設備的話 其實 除了 除了Container自己的網路以外 其實還有一些是 實體設備的網路 那實體設備的網路 那實體設備的網路 是不是能 也能不能去 一起被納入監控呢 欸其實是可以的 這個其實我有做過 就是 關於 關於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 它那個我先寫出來 它其實叫做SNMP 它其實就是 可以對網路的 網路的那些 網路的設 可以對其他設備去做監控 因為其實有些設備 有些設備 其實都是支援SNMP的協議 那等一下會來簡介一下 那 Investructure呢 除了還有 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一個叫做 Syslog 那Syslog的話 其實 其實通常設備也 都會支援 那要怎麼傳送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來提一下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 所 就是 我們對於 application的話 今天application可能不會講太多 我只能稍微簡介一下 有哪些application可以 就是 可以去做使用 可以讓你們做參考 好 那 那 application的話都會著重 著重在那個 可能他的那個 他的 log 或者是 error log 那或者是他的那個 回傳的那個 http的status code 那 那不然我們後面等一下 我們會再提 那其實在 那其實database我想 相信其實還蠻多服務 都會用到database的服務 那 那 欸這部分的話 我是沒有做 我今天的東西 是沒有 沒有做這一塊 但是其實有 相關的套件可以使用 好 那 首先就是 就是其實我覺得 最 就是最基 最基礎的東西 大家都很 都會用去 用prone以上4這個東西 這個套件去做使用 那 其實在 在那個 prone以上4的 community當中 其實有一個套件 就已經 幫大家都 都 組合好了 好 他那個東西就知道說 Qubid promises prone以上4的 stake 好 他是 他是有 他是有那個 prone以上4的 community的 的 維護的專案 那他其實都基本上 都已經 把 K8S常用的 檢控 都已經 那就是 就是 都拿進來了 像是 Qubid API Server 還是 Qubid API 還是 Qube Control Manager 然後這些東西 都是 都是已經 就是已經 都有了 好 然後 然後 甚至到 常見的 Promedius 的 那其實你就可以 根據上面去做修改 包含了 它的 它的Dashboard 還有它的 Node Exporter 還有它的 它的Matrix 這樣子 好 然後 在這些 這些之後 其實 這些其實在 這些常用的東西裡面 它其實幫我們做了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 統合的 簡易包 好 那它其中 其中有一個 需要 其中它裡面最需要的 東西 裡面當中最需要的 其實是一個 它用到的一個東西叫做 Promedius Operator 好的 Operator 它是在 做 做什麼樣的事情的 因為在 K8s的 1 那個 1.16以後 其實是可以 變成去撰寫 自己的CRD 也就是說它可以 變成是說 它可以變成是說 我只要寫好 它 就是那個 開發者那邊 自己寫好 它的 它的那個 它可以自己設計 CRD那些套件 就是 我可以自己設計一個叫做 Promedius這個 這個 type 就是有點像是 我自己設計一個 我自己設計一個 然後我自己設計一個 它 然後它就會做 做哪些事情 好 它就可以去給 使用者去做 自訂資源 好 那它撰寫CRD了之後 它就可以用 Webhook 去交給 就是operator 去做驗證 然後operator 就會去讀取 這些設定了之後 去 建立它的相關資源 那流程圖 就有點像是這樣子 它就有點像是這樣子 它就有點像是這樣子 就是我 我的operator 啊 我這邊要不要畫素 好 看起來沒有 好 就是我的operator 我的operator 會掛在後面 operator 掛在後面了之後 它會去 就是使用者 建立了 建立一個resource 叫做 建立一個resource 叫做Promedius 那它就會去 去那個 根據你的 你現在所撰寫的CRD 然後來去建立它 對應的服務 好 還有呢 就是 如果你 如果那個 像今天早上的話 我今天早上有提說 今天Promedius 它是主動去抓資料的 所以 它在這邊的話 它是會 它這邊的話是可以用 Service Monitor去 去自動去抓取資料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用 去用那個 所以它其實是透過 那個 撰寫很多CRD 來去 來去疊出來的 好 那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 Promedius 就是它 它這個stake裡面 它會 它會有 它會有內建哪些東西 好 等一下就大家 來看一下 好 那 Blackbox Exporter 其實這個是我今天 demo也會用到的東西 因為Blackbox Exporter 它是主要 它的 因為它顧名之一就是 它其實是 取緣一個 詞叫做 黑箱測試 所以 它的 所以你只要 只需要知道說 這個 它就是黑箱測試 因為它就是黑箱測試 因為它就是黑箱測試 所以你 你最後只會知道它的 欸 它的成果是好的 還是不好的 你只有 Input 可是它這個動電過程 你也不知道它測試了什麼 所以它就是 這個叫做Blackbox Exporter 就是你只會知道它是好的 還是不好的 那 Exporter的話 它可以支援就是 HTTP 然後HTTPS的紀錄 就是它的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服務是不是好的 然後DNS的話 就可以去檢測說 它的 紀錄 是不是 是不是對的 然後TCP就可以檢查 它的Port是不是打開 好 類似這樣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就是 就是 就下一個就是 SMP Exporter 好 這個就是 其實前面都講的 都是Application的服務 那 那下一個會回到 就是我們的 那個 的 下一個會回到我們 就是網通設備的部分 因為網通設備的部分呢 它是 會 會那個 它網通設備的話 它其實就是 就是 大部分都有支援這個 SNMP啦 其實這個要看它的那個設定 我今天 今天也有這個東西的demo 那 那它其實呢 它其實 SNMP Exporter 它會需要一些 它會需要 就是 就是那個 網 就是它會需要一些 它會需要那個 MIB的檔案 然後來去讓它支援說 可以去 可以去抓 哪些資料 那甚至到 SNMP V3的時候 還會有 帳號密碼登錄 然後內容 就還會 可以用AES做加密 所以其實 這中間的過程 其實做了蠻多事情 欸 我先 那我先 講到這邊 我先開一段demo給大家看 看一下它 如果有沒有連線 這一點 就要去到這邊 這邊 就要去到這邊 就要到這邊 去到這邊 就要去到這邊 那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在旁邊 好 我再把code放大一下 這是我之前 這個我是在之前做的時候 做那個實驗的 就是自己做 在做lamp的時候 就是有 就是之前做的內容啦 那他其實在這個 prometheus這個pile 這個cubeprometheusstake的時候 其實就有包含這些東西 我們先把一個一個縮小 好 把它放到旁邊 那其實像他這個value 這個是他的helm chart的value檔 那他這些value呢 其實就會有 就會他這邊一開始就會有 就會有那個default root 其實這邊的地方的話 就會是他的 他的一些內建的規則 他就會去 他會去幫你去那個 把一些比較常用的規則都抓進來 那像他這邊的話就是 如果 alarm manager的話 其實就是他 他這邊要看 這邊其實就有他一些相對應的規則 也像如果 如果有些不需要的東西 如果像我這邊沒有用到qpolicy的話 也可以把它直接focus掉 就是我們代表我們不需要這一 這項規則這樣子 這個會對應到就是prometheus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警報規則 好 好 然後default root 就是到這邊 然後後面的話他就會開始去 去戲份說他 他有 他有哪些 哪些需要的 像他這邊的話就有erland manager erland manager的話他就是可以把 他他就是那個可以去發送警告 這樣子 好然後 接下來就是grafana的設定 好他其實他後面 到後面開始呢 他就會是 去 去詢問說 就是 有關於每個 每個元件 每個那個 complement他去 他去找的 他 他要去怎麼去搜尋 他要怎麼搜尋的規則 其實他這邊都有 都有幫你寫好 基本上好像也 基本上我是覺得不需要動太多 因為 因為其實像這個地方 好像cube dns 其實他也有支援 那 cube dns的話他 這邊是 預設已經force了 所以他是 因為大家都 都是用code dns 所以這邊的話 他就會幫你 預設的話是force 這樣子 只要注意一下 有這樣設定就好 那有的人會去 把etcd放在 裡面 就是 這個就看 看其他 看其他人啊 就是我 我的話是沒有 所以的話 我這邊就可以把它設定為force 我覺得我不需要去看他 好 那像cube policy的話 就是 我這邊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desable掉 他就會去看這些 這些matrix 他就會看這些 不是matrix 他就會看這些 那些那個 原件然後來去 來去產生 相對應的 service monitor 好 他就會有一個crd 叫做service monitor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好 他就會 就會 他就會去產生 相對應的那個 secrept的規則 就是 就是他這邊的話就會有 說 他就要去找 他API server 那API server 會去找那些 東西 把它拉到後面 他這邊就有 會說還要去 怎麼去尋找 然後他的slator 會怎麼去寫 這類似這些 相對應的規則 他就會幫 已經幫你 產生好 然後包含 像剛剛前面講的 cuberator 還是 還是 Permidius都會有 好 那像 後面的話 其實就包含了 他的那個 container 或者是node node的 節點本身 所以就會有 所以他這邊就會有 cubestate matrix 這個就是看 container的 裡面的 東西 好 node裡面的那個 cpu用量 還是memory用量 那 node exporter的話 他本身就會去看的 就是 他本身就會看的是 這個整個 整個那個 整台node的 狀況 這樣子 好 然後下面這個 還是他的重點 就是其實下面這個 也不算重點啦 就是他的 他的operator 就是還是他真正運作的核心 就是他會去 因為他會去 因為你會 撰寫的crd給他 他 他會去幫忙去 產生這些相對應的 資源 然後或產生 要讓 要讓Permidius 去讀取他 好 那 我這邊的話就是把 好 然後這邊後面的話就是設定他的 他的那個 Permidius 那 他其實也有支援 那個 那個 Cinos 那這個我就沒有去玩 那我先講一下他 他這邊是怎麼 我先講一下他這個是怎麼 怎麼做的好了 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 Blackbox exporter呢 其實我在這邊呢 欸 我在這邊就是有先 有先 有先把他加進去 然後我要透過 Blackbox exporter 來去 來去 來去監控 假設像是 我這一個 這一個服務 看我這個 王子倫服務 其實他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 NGenest的服務 然後我要讓他去 告訴我 他是好的還是不好 他是好的還是不好 他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好 我先看一下 他的那個 那其實在target的這邊呢 他就會去 這就是 Service Monitor 產生的結果 他就會去把 會把我們剛剛 剛剛所知道的 這些Matrix都會 就是 你要找哪些Matrix 他都會幫你 截取 Promindius 會幫你去抓 好 然後 Blackbox exporter 就會像在這邊 他就會把 就會把我們的 那個 就會把我要監控的 這個 服務 像我target 這邊設定target 就是 就是 就是我 就是我自己的 server嘛 好 我在Gafana上面呢 我就可以看到 我現在的服務就是 就是他是不是OK IP不準 就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現在先把 我現在登錄另外一台機器 我登錄另外一台機器 等到另外一台機器 是FTP test 然後這個是用 Docker去架的 那我就故意把它給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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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他的那個時間還沒到啦 有可能他的那個時間還沒到啦 好啦 他看起來 我不知道他看起來有一點問題 好啦 那就先 我覺得 就這個 大概是Blackbox exporter 大概會用的 情境 好啦 現在down了 他現在就是已經抓不到了嘛 好 就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還有 然後他就會根據你的 那個 根據你現在的那個 exporter啊 就是根據你的那個 啊 那我的exporter就會在這邊 就會跟大家講說 我要去搜尋哪些服務 好 假設我今天我 我已經不需要的 我這個服務已經不需要了 我想把它 移除掉 就是我不需要監控它了 那我就把它移除掉 那我就把它做個delete 啊 他這邊還會等一下 他這邊過一陣子了之後 他這邊的紀錄就會 他這邊的紀錄就會消失 就會 就 就這邊因為這邊的 這邊的一定不見了 他這邊要隔一段時間啦 我印象中好像大概要一分鐘 好 他現在這個位置已經不見了 就是 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去加入 你想用那個 Service Monitor 來去講說 你的 你的服務有哪些東西 需要去抓 好 然後 然後剛剛講到的是 SNMP Exporter 那SNMP Exporter呢 我就 我就拿了我家的 NAS 我就拿了我家 我自己家的NAS 然後來去 來去demo這樣子 好 我把我 自己家的NAS 拿出來 把他的那個 SNMP 把他抓出來 所以呢 就會看到這邊 好的 他就 他就注定壞了 所以不用理他 好 這應該不用儲存 好 這邊的話就可以抓到我現在 NAS的狀態 他的 他的記憶體的 跟CPU的用量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 那個 只要通常設備 你可以去查詢一下 他有沒有去支援 這個SNMP 那個 SNMP的這個協議 那 只要有支援他的 SNMP協議的話 他就一定會去附上他的 他的 他的MIB檔 給你們看一下 他在這個套件裡面 就會去簡介說 他的 他的SNMP是怎麼 SNMP是怎麼產生 然後 在最底下的時候就會有 他哪裡會去 拿到他的 MIB 他就會去 他這邊就有 Synology 他自己提供的 MIB就可以去 做使用 然後 給他產生相對應的 Squip之後 他就可以 就可以去把這些 資料抓下來 就可以把你現在 NAS的狀態啊 他 他容量多少 像我這台就是 有知道有4GB 然後 然後他容量佔多少 這樣子 那還是他的 Volumn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 SNMP的 Exporter 好 然後 接下來呢 就是 然後再一個呢 就是這個就是可以去 抓我們現在所有的網路設備 好 然後呢 就是 下一個就是我會來 講就是 就是我們的那個 Log 要就是怎麼去建立 好 Log呢 其實在 其實我會 我 我會用的是一個 叫做Loki的一個系統 那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有那個 秋牛有講解 那個 鬼發納的套件 那我這邊會簡單 稍微提一下 就是他 就是Loki的話 他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也是一個 時間序列的那個 資料庫 那不過他也是 用於Log 他比較適用 他跟 然後他跟鬼發納相反的地方 是 他自己不帶 Squip的功能 所以必須要有人 幫他傳送進去 好 所以呢 他就 所以就會有人 去幫忙去寫說 他會搭配 Promtail去抓 各個Container的Log 然後 來去送 送進Loki 這樣子 然後Promtail的話 其實也可以幫忙 送外部的Log 但是他只能用TCP 這個是他的 他的一些 他上面有寫 好 那你說Syslog的部分 要怎麼辦呢 那 Promtail他只吃TCP 那Syslog 是UDP 那該怎麼處理 那其實 可以搭配其他的外部套件 我自己有實驗啦 這個 但是我現在沒有 我沒有設備去產生 Syslog的東西 所以今天這個不會碰到 就是你可以搭配的那個 SyslogNG的套件 就是用 用UDP去接收 然後 轉發給 就是直接轉發給 Promtail之後 他就用TCP去轉發 他就可以去幫忙傳送了 就可以去記錄其他的 其他地方的Syslog 好 那 來看一下他的那個 來看一下他的那個 Loki Loki的話 我沒有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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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我這邊我好像沒辦法講太多 先這樣子好了 好 然後 然後呢 就是其實我剛剛前面所說的那個 Rule啊 其實他是在 欸 這個 是那個 那個 他叫什麼 他其實這個套 另外一個東西呢 叫做 Promedius Rule 好 等一下 他這邊的話 就也會有他的那個 他也會有相對應的規則 那他這邊的規則的話 也都會有幫你寫好 就是 就在這邊 其實你在這邊的話 再看到他的Alert 就會有 就會有他的 其他的 的警報 這樣子 把他常見的警報都拿出來 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去看 就可以去 適當喔 去 這邊都可以抓個 粗略就是 就是有個警報 然後 你有個警報規則 然後你就根據你想要的狀況去更改 他這邊其實有 比較常見的就是 就是 CPU如果你 over commit的話 他就 他就會幫你提警告 有不同類別的啦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根據他上面的規則去更改 那你就可以根據他上面的規則去更改 好 然後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promedius rule 這樣子 好 那 那其實呢 我們就是 那其實這些lamp呢 其實都是建立在我們的 就是 我 我們那個 CMTUG上面所建的那些 inval lamps 那 inval lamps的話 其實現在也有 也有提供 提供各個 提供各個 提供各個那個 學生的 學生來去實驗這些東西 就是 包含實驗 旁邊 DSR 還是實驗監控 還是實驗那個 SNMP的東西 對 那 有支援的 有支援的 機器啊 還有支援那個 硬碟這樣子 然後 我們其實也有去 也有人去幫忙去實測 就是用Loki來去 來去做警報 這樣子 那也有其他團隊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這個就是我們 就用那個inval lamps 來去做這些事情 好 那 其實要從零 打造自己的 那我就總結一下 就是 從零打造自己的 私有餘監控 其實並不難 但是其實如果 就是其實就 這個只要追隨前人的腳步 你也可以達到 你自己的監控系統 那如果你必須要去 customize更多內容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讀 去深入去讀他這些 CRD的內容 還是需要去讀他 Promedius的機制這樣子 好 那我大概就介紹到這邊 好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提問 有嗎 那個想問一下就是 那個想問一下就是 Grafana的UI 你是直接下載人家 做好的 還是你是自己畫的 喔 那個Grafana的UI 喔這一點我忘記提了 就是 Grafana的UI的話 它其實 你看一下 其實Grafana的UI在 在這邊 看一下喔 Promedius 它其實這邊 其實Grafana這邊 它自己 它的 它的這些dashboard 它其實有 自己 它這邊其實有 內建的 就是它這邊會有一個 叫做 sidecard 就是會把 把這些dashboard 幫你匯入進來 所以其實它這邊 它這邊會有 欸 它這邊的dashboard 忘記提到dashboard 它的dashboard 這些內建 其實都是 都是 都是從它那邊 都是從那個 就是從剛剛那個檔案 就是 它其實會有 它旁邊會有一個 它其實旁邊會有一個 那個sidecard 去幫忙掛 掛這些東西 那這些的話 你也 這些的話 這些圖表的話 它其實裡面就已經有了 那你也可以就是 可是它這邊的話 它就是不能移動 因為它就是內建在裡面 它沒辦法移動 所以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式的話 就是你可以把它給 把這些dashboard 另外自己匯入 這樣子 對 因為它變 如果它在Gravana裡面的話 就不能移動了 它你也連 我記得它連刪 刪除都不能刪 對 它不能 它不能delete 因為它這個是已經是在 Gravana裡面了 對 想問一下 那你有自己 嘗試過 做 那個自己要的dashboard嗎 喔 有啊 我今天 我今天早上有用 我今天早上有用 那個 partman exporter 就是 它是 就是我用 我用partman的來去蓋 就是因為它partman的原本是 是那個 它的dashboard是 就有點 有點糟糕 所以它其實裡面 裡面有些的那個圖表 可能它不是那麼實用 像是它其實把 它其實把那個 Fire system的東西都加 的 總量都加總 可是這不應該是這樣做 它應該會是 把 那個 它把那個 掛載跟目錄的 的那個 總總量 它 不應該是把其他的 那個 發展都加總 這是其實我有 我有自己去稍微改過 這樣子 對 那像修改有 教學之類的地方 修改了教學嗎 對 這個 然後看 這個你可以看那個 修改教學的話 看 喔 我不知道 因為我其實 我那個 我工作坊裡面有 之前有教 我今天早上的工作坊 有稍微教我怎麼修改 那 但是就是 只是教一個很粗淺的方式 就是它其實這個 要回歸到 這個就要回歸到 你的那個 Promedius它的 它的語法 因為它其實這些圖表 其實都是 根據你的 根據你的 Promedius的語法 來去做的 對 如果你要修改的話 就是要去回歸去看它的 Promedius它的 它的 Promsicle的那個 語法 這樣子 沒有其他問題 有嗎 好 如果都沒有就 結束囉 我們就 謝謝Tico 謝謝各位 大家如果也要 一步的話 去大會議廳 RB 就是那個 去聽一下Lighting Talk 如果你第一次參加 或是你本來就 有在參加 記得去聽一下Lighting Talk 通常都不錯 對 好 謝謝大家今天 參與我們的活動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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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 我 我來看一下 那個 我們 你可以 找 那個 RGG.PTT.CC 再往 明年換你 不要 TG TG T T 台灣 PTT.CC PTT.CC 明年 對 對 就是拉 然後 你看 對 他就是畫這個 他好醜喔 這個 這個好像是不是在 他叫RD2 RD2 對對對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這個下去畫